這段影片計算一下養了你一年花了多少錢 哇!原來我一年花了這麼多錢 Hello!大家好!我是屎嫂晴晴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看題目大家就知道 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究竟在香港生嬰兒一年要花費多少錢 趁Isa現在歲半 我還有一些記憶的時候 我很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去計算 大概是一歲之前花了多少錢 好!事先聲明 這段影片我所計算的數 絕對不是完全按照我的標準去計算 因為買嬰兒的東西 可以有些東西很貴 有些東西很便宜 有些東西是別人送的 所以我今天為了持平 令到這段影片有些參考價值 我就大概用了一個平均數 再便宜一點 經濟一點的數字去估算 如果你在這段影片所見到 所有關於嬰兒的牌子 或者一些圖片 所有的東西 都是沒有宣傳目的 絕對絕對不是廣告 我們現在開始計算了 想了一下 我們不如有一些嬰兒必須品 和大舊的東西計算吧 我分了幾個類別 第一個大類 一定是最大舊的東西 和比較貴的東西 就是嬰兒床 嬰兒車 和嬰兒椅的這三樣東西 第一個是嬰兒床 其實嬰兒床的價錢 大家可以在網上搜尋 你都會看到有便宜有貴 有千多元 有六千多元 三千多元 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自己都去了Ikea那裡看 它是買千多元的 所以嬰兒床的東西 我就拿它二千元 好嗎 好 第二樣東西 嬰兒的high chair 話說當時我去買high chair的時候 我都是抱著一個 只要坐到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就買了一個 五百多元的 但其實大多數的high chair 都是千多二千多元的 有得坐在那裡 有得睡在那裡 有得搖一下 搖搖耳 所以嬰兒的東西 真的是風劍游人 今天我就拿一千元 你猜吧 好 接著到嬰兒車 嬰兒車這個價錢 就比較高一點 大多數都要二三千元 會叫做比較好的品牌 甚至大家看到 我之前用的那個 真的很舒服 很防震 那個就是廠商比的 那個差不多要一萬元 所以我在這裡 如果是我自己買 我會大概約二千元左右 Hello I can you back 大家 say hi Hello 媽咪拍片算一下 養了你一年 大概花了多少錢 好 我們繼續 N仔走了 剛才那三樣東西 加上已經五千元 可能有些人說 喂 我的BB床買了三千元 有些人可能說 喂 我把high chair買了 五百元 甚至不用錢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們多退小步 我大概拿一個平均縮 好 接著第二大類 第二大類 又是一些 BB的小電器 其實大多數人都一定會入手的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一定是那些 蒸奶瓶的機 或者是消毒機 不如就拿一千元做一個平均素 接著就是 崩奶機 這個無論是餵人奶的媽媽 或者是餵奶粉的媽媽 我相信你一開始都一定會買的 因為你怎麼都會試試 自己人奶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加上捨不同的泵 不同的奶瓶 不同的東西 我就餘一千元 接著就是其他BB的 再迷你一點的小小的東西 譬如探熱的溫度計 尿片車 尿片桌 再加上買剪頭髮的東西 洗鼻氣 還有動盆 剪指甲的東西 寶寶玩的地瓶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暖奶氣 即是你那些奶 你要暖它 比如在雪櫃裡拿出來 你要暖它 其實都需要一個坐熱氣 但加上買賣 其實我們不如也要計它1500元 便宜地買 好了 剛才說完那三件事 其實加上買賣 就1000元 加1000元 再加1500元 這裡又去了3500元 好 計算了這些需要添加的小家具 還有一些小電器之後 我們就來計一下BB平日會用的東西 大家一定最常用 最常用 最常用的是 你心裡想到 就是尿片 尿片就是BB初生的時候 真的用得特別多 一天可以換到8塊 這麼多 對呀 三個小時一塊 已經算得很保守 我們就計一天6塊 好嗎 當一塊尿片的價錢 我自己就計差不多2個多 當然 當你越來越大 比如現在睡半ISAC 已經要用L或XL 那塊的價錢會比較貴 它大快一點 因為睡前 我們用的可能都是N size S size 和Newborn size 我們當它兩個半 換一塊 2個半乘6 再乘365 好 這裡就是5,475元 講完尿片之後 大家有第二個想到的 最常買的是什麼 有沒有媽媽答中 哈哈 對呀 就是奶粉 其實有些人奶媽 都未必可以 那麼足夠她全餐這樣喝 而且還要喝到一歲 我知道很多媽媽都會奶粉 混人奶給她 我們拿一個中間的 其實正常呢 我知道大概一罐奶粉 如果你只喝奶粉 那是差不多一個星期的 那如果你是混混賣 這樣喝 可能是兩個星期一罐 那就是你一個月大概 我們拿兩罐 好嗎 而每一罐我們都不買貴的 我們大概買250元一罐 那就是一個月呢 可能是500元的奶粉錢 再乘12 那就是6000 那第三個呢 最常用的呢 又是比較能審一點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嬰兒的洗衣液 嬰兒的洗奶瓶 洗蘇果那些 嬰兒的洗澡液 嬰兒的洗頭髮 可能洗澡和洗頭髮是一樣的 嬰兒的body cream 嬰兒的face cream 嬰兒的屁股膏 還有我平時用的濕紙巾 這些是必備的 我家的東西 那其實呢 這些一瓶一瓶一瓶的東西 都貴過成人的 如果未有嬰兒 可能不知道 可能你大人呢 一瓶洗頭髮很大瓶 可能4-50元 你已經覺得差不多了 都算是貴的那些 但是嬰兒一瓶洗澡液 洗頭髮分分鐘是8元的 那當然要視乎什麼牌子 嬰兒的洗衣液也是 再加上呢 她的face cream body cream 其實那些呢 都不便宜 嬰兒的擦麵 百多元一瓶 都不錯的了 這個牌子 然後濕紙巾 都是經常都要用很多很多的 因為呢 你出街又可以馬上擦 你在家裡 她的手 經常都放進口 然後又摸地下 然後又去擦眼 所以這些位置 你看到髒 你就會擦一擦 所以濕紙巾 是用得非常快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嬰兒棉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可以我給你一個圖 這樣 嬰兒棉呢 通常都是拿來 她的嬰兒屎出來 整個屁股都是 用嬰兒棉擦 因為你不可以每次都去洗澡 加起來 我覺得一年 我想起碼你都要預購4000元 去買這些嬰兒相關的霜 還有她的唇膏 牙膏 很多這些東西 好了 說完她平時會用的東西 然後呢 還有些東西你要計算的 就是她的奶瓶錢 其實她的奶瓶 水瓶 這些都真的不便宜 當然我之前有買過 都沒有買的 其實我家人送給我BETA的牌子 那些奶瓶 日本那些奶瓶 是很貴的 二三百元一個 但其實你平時買的Pigeon 或者其他那些 可能幾十至一百元都買到一個 所以我覺得一歲之前 你大概要 因為你奶瓶要換的嘛 還有你的奶瓶也要換 對 加起來就可能你預1000元 對 接著差不多 就去到一些 不是必需品 但你都一定會買的東西 就是她的護具 和她的衣服 其實這兩樣東西 有很多很多我 都是別人送給我的 所以我其實是沒有怎樣 幫Isa買很多衣服 但就算別人送了很多給我 其實我自己也忍不住會買一些 還有玩具 很多很多都是我朋友 耳手給我的 如果你也有少少人送給你 但你自己也會買 我覺得可能一年 我覺得你可能 約2500元都差不多 玩具和衣服 好 到最後就是一些東西吃 就是一些日常 每一天 例如我買肉 我多數都會買西班牙 或者是有機的雞肉 這些東西 價錢其實都會比自己吃 是貴了的 我自己就不是長期吃這些 嗯 做寶寶真是好 當然 一歲之前 其實她有半年都是吃奶粉 所以第一年應該不需要花太多錢 在這方面 所以我想我們預1000元 你六個月開始加股 可能每個月 寶寶都是多花100多元 最後就是零食類別 其實零食 零食 每一年真的吃得少 其實我自己也只是買星星餅給她吃 還有一些手指餅 我想加起來 可能我每一年花了300元 好了 這些就是我計算了 你無論如何都走不掉 一定會買到的東西 但當然 封劍由人的 有些東西你買貴一點 有些東西你買便宜一點 有些東西你用你朋友送給你的 有些東西你會自己出去買 甚至你會買一些我都不會買的東西 好了 我計算一下 總數就是28,775元 就是差不多3萬元左右 記住 我猜的這個價錢 是一個平均偏低一點的價錢 當然 如果你有意義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只是我憑著我自己的經驗 和我的股算得出來的結果 除了這些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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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買的東西之外 其實 臭嬰兒還有很多東西會買的 有些父母可能會買個暖風機 夏天會買個風扇 又或者有零卡 無數那麼多樣的小點 這些我不計算的 我呢 就要選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去請陪雨衣的 因為我是打胎 無論是我怎樣去上奶 我那時候穀奶痛 或者我心情低落 或者是怎樣照顧寶寶寶 我什麼都不懂 所以有個陪雨衣在那裡教我 是真的非常之放心的 陪雨衣的價錢 現在在坊間 其實同一個價錢 如果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可能在25,000元 你都能找到的 但我自己知道 他們的價錢 或者28,000-30,000元 所以拿一個平均數 大概是 中等偏低一點 我拿25,000元 好嗎 一個陪雨姐姐請一個月 是25,000元 然後還有另一件事 在我身邊也發生了很多 如果家人不可以長期幫忙照顧 如果沒有媽媽 沒有奶奶 可以長期在家照顧 就會請一個姐姐 請姐姐的價錢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當然了 這個價錢 現在疫情期間 就不能再參考 不過平均來說 一個家人的價錢 我們當它是1萬元 然後你幫姐姐買保險 2,000多元 那就12,000元 我們當 然後你一個月 可能大概5,000元 所以你計算 5,000元 成一年就是 6,000元 6,000元 再加12,000元 就是7,2000元 當然啦 姐姐簽合約不是簽一年的 是簽兩年的 不過我們這條片 就是計算寶寶第一年的價錢 計算到這裡 大家覺得應該差不多了吧 但其實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非常大隱藏的洗費 大家是沒有在乎的 就是 屋 其實有很多人在生寶寶之前 是兩夫婦 可能你住一間屋 都只是 救自己住 但當你生了寶寶之後 寶寶也需要一些空間 你會想想寶寶去大角 可能需要一些地方走來走去 又或者 其實你又請了姐姐 姐姐又需要地方睡 我們計算一下 你要多一間房 如果你有一房 變兩房 可能那個差價 都起碼有3,000元 所以我們不如計算 3,000元個月 再加12,000元 這可能是36,000元 好 那計算了這些 的數量來總結一下 如果你不請陪雨依依 不請姐姐 也不搬家 你的洗費 就會比較簡單 可能大概是3,000元左右 大多數朋友 會請陪雨依依 我想你起碼洗費 你猜自己 要花5萬多元 5,000元左右 除了每個月 是比之前洗多了5,000元 如果你請了姐姐 再搬家 的話 隔一間 要花16,000元 17,000元 當然 如果有些人生嬰兒 去私家醫院生 這裡再計算 也要7萬 你馬上跳到22,000元 再之後 如果你想搬家 搬大一點 讓嬰兒住得好一點 甚至要買樓的話 這筆數我就不會計算了 哈哈哈哈 好 今天這段影片 算來算去 其實都是想給一些未生嬰兒之前的人 如果你想知道 生嬰兒要花多少錢 一個大概的照片 又或者是生嬰兒之後的人 大家都可以想想 哇 原來我一年花了這麼多錢 不過怎樣也好 要計劃一個小朋友 最重要是和你另一半商量 和和你家人商量 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如果大家在過程中 遇到什麼困難 無論是心情上 經濟上的困難 都記得要找人傾訴 我自己很建議 是用二手的衣服 二手的衣服 二手的衣服 因為小朋友都生得快 很多東西可以reuse 好了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給我一個like 或者你想分享 你自己買了什麼 有什麼 買了多少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到最後記得訂閱我 屎嫂晴晴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